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城主的题目请稍后打开好的 好的那就是说城主的执手剪刀布的排列方式已经在这个信封里了对且不能改变了对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变化来去猜他那个不变的那四个是的那就你先出完顺序来我们我觉得我们要不不是你看我给你排吗好 ok 如果你出石头的话他要是赢了的话 那他只他只有是那个布哥我们是一口气说完他会告诉我们对了几个告诉我们我们赢了几次但是赢了几次也不知道谁赢了对他只告诉我们赢了几次这又是个数学题肯定有公式的 如果说五号我会有一个策略就是我前两个问题能和我一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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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两排四个一样的可以定位到底有几个剪刀几个石头几个布 我同意的第一把四个一样的之后呢基本上就能知道他有几个不同分类的对对对对可以我觉得可以按超越的四度来试一下 行来吧那我们要不就四个石头行 请给出你们第一轮的出权手势 石头石头 第一轮你们取得一胜 一个剪刀 但是位置在哪不知道对吧只能说他有一剪刀 这个就是这个题的精髓了 最稳妥的方式就是一个一个改 六次反正够就行 不能一个一个改不够我们只有六轮 再出四个剪刀就能知道有几个石头 对超越这个思路很对 我们两把就可以定位三个一共有多少了 超越完这个还有经验啊 请给出你们第二轮的出权手势 反正我们知道已经有一个剪刀了 如果能赢两次就最好 第二轮 你们取得两剩 漂亮 两个布一个剪刀 说明那个是石头了 对现在就可以排列位置基本上 哎快你看 两个剪刀 一个石头一个布 如果他的成败是零 那我们就能定 我们换点